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是秦枪这门古老剧种的优秀传承者 从一四十余年文武部党名镇西北 几乎演变了秦枪的所有小声角色 凭三部折子戏获得梅花奖 是秦枪历史上的第一个研究生 他又是打破秦枪这个古老剧种规律的跨界传播者 他探寻秦枪美学 创作秦韵唐诗 走上摇滚舞台唱起了秦生之歌 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了秦枪小声名家李小峰的戏剧人生 从一个个陕西美食引出李小峰的一个个人生故事 求学 从艺 母亲 跨界 努力了 得了奖了 我们高兴 不得奖 我们不后悔 就这一点 真的 我觉得父亲在背后支撑着我 同时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灯塔 我这一生最遗憾 最难过的就是 慢慢没看过我一场戏 回首四十余载从艺经历 讲述了一个陕北汉子 对秦枪艺术的坚守和创新 时代的发展 行当 行业之间应该互相借鉴 融合 假如说我是唱秦枪的 我可能创作一些歌曲 通过唱歌赢得了更年轻的一个观众 年轻的观众然后就要找我的身份 然后他通过我唱歌 反照 反观我的琴球 还原名家本真 寻回时代情怀 更多精彩 敬请期待六月十六日 绝儿来了 六月一日上午 七百多名小朋友和家长 一起来到重庆市川剧院 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 品味川剧 感受文化 度过了一个别样的六一儿童节 本次游园会 是特别为小朋友和家长准备的 包括了川剧经典剧目片段赏息 川剧博物馆参观 川剧角色体验cosplay 川剧城市展示 川剧脸谱制作讲解 川剧服装展示等系列活动 下午 小朋友和家长们 齐聚在大剧场中 现场观看了川剧城市展示教学 认识了小声 小淡 小丑等基本的川剧角色 现场互动热闹非凡 随后的经典团剧演出 更是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目光 金山寺中高难度的打斗场面 更是寂静四座 让在场观众都惊笑连连 本次活动 用丰富多彩的活动 和精彩绝伦的演出 共度节日 日前 浙江昆剧团518传承演出季 在浙江省杭州市的胜利剧院举行 全国昆剧院团 为杭州的戏迷朋友们 共同演出了四大名著系列剧目 并在首场演出开始前 公布了浙昆后八代辈分的命名 此次浙昆和全国各昆剧院团的 联合演出阵容 是以中青年演员为主 特别是浙昆秀自卫演员六小灵童 也特意赶来 作为此次活动的嘉宾主持 那我作为嘉宾主持 要参加四个这样一个专题的 一个互动和介绍 我觉得自己也学习了很多 因为我是我们浙江昆剧团 传世圣秀第四代的演员 也可以说是浙昆人 昆曲人 浙江昆剧团创新团队 采用理念先行 传承再续的演出季形式 创意策划了浙昆518传承演出季 该活动自2017年开展以来 逐渐形成演出品牌 到2019年已经是第三届了 浙昆为浙江省戏剧演出市场 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去年的话 我们是以老代息的这种方式来演的 师生同台 今年我们就是以优秀的青年演员为主 同台来信念 非常有看点 2019年浙江昆剧团518传承演出季 邀请了全国昆剧院团的优秀演员 来到杭州 集中演绎四大名著专场演出 延续了经典折子戏的传承 通过此次演出契机 将每个院团的经典戏曲 通过四大名著集中展现给观众 近年来 浙江昆剧团为更好的传承弘扬昆曲艺术 通过扶老写心 不断培养优秀的新生代演员 为昆曲表演输送新鲜血液 将古老的昆曲艺术 不断地发扬光大 5月31日 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洛小学 举办了雅音新生 北京市高校社会力量 参与小学体育领域发展工作 昆曲项目汇报 即非以展示交流活动 雅音新生这台节目 它是由几个部分组成 一进大厅 大家看到的是传承的飞翼项目 比如说头盔制作 笋某 剪纸等等 然后这边大厅里边 我们也看到了学生的美术作品 还有我们看到的这台节目 这台节目又分为传统的节目 和我们原创的两个剧目 作为海淀区唯一一所 开展高参校昆曲项目的学校 自2016年3月起 太平洛小学与北方昆曲剧院联手 借助北昆专业力量 将办学理念 育人目标 校园文化植入艺术课程 进太小以后 我们主要是搞些传统居目 教学活动 同时我们根据太小的一米田园 学生实践的基地 一个真人真事 编成小的校园剧 叫一米田园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根据课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诞生的过程 我们编了一个中国最强音 这样两个实践的校园剧 活动最后 太平洛小学副校长及学生代表 接过了北方昆曲剧院 海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 为学校颁发的 昆曲传承示范基地 海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项目基地校的同台 这两学校更坚定了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信心 我们把我们的传统文化 从六七岁的这种 一年级的孩子 就开始进行去普及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天真是看到孩子们 在舞台上 那么尽情地去表现 尽情地挥洒 连我们这些从业的人员 我们都感到由衷地高兴 6月1日 河南省南街村艺术学校 与中国剧协副主席李出现 写甲亭剧 胡美龄 孙玉菊等玉菊名家 一同到河南省 封丘县蒋寨村艺术学校 共同举办 手拉手 心连心 大爱无银 轻留依扶贫 县爱心慰问演出活动 此活动受到了 河南省新乡市政府 封丘县委 封丘县文化局领导的 高度重视 封丘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王茜 封丘县副县长 魏奥武等领导 出席此次活动 蒋寨戏曲艺术学校 是由中国戏曲学院 表演戏教师蒋洪广等人 共同创办 是一所以孤儿 家庭特困生 留守儿童为主体的 基层戏曲学校 一直以来 并称发展传统文化 培养戏曲新苗为主要目标 我作为戏曲人 在培养戏曲幼苗 或者培养戏曲细瓦 我认为是我一种 择护旁的责任 此次捐赠活动 南街村为蒋寨戏曲学校 带来了面粉 方便面 粮油等价值十多万的慰问品 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 为孩子们捐赠网袍石套 笔记本电脑一台 郁具名家们 也纷纷献出了爱心 我们带着那家从那家书上 来一间厨师一堂 我们就要带着那家 从父老乡去广海 我们的产品 这个都在对他们的书上 也算是一种帮助吧 捐赠活动结束后 郁具名家们 南街村集团艺术中心学生 和蒋寨戏曲艺术学校的孩子们 一起为大家奉上了精彩的戏曲节目 和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节日 截日 中国戏曲学院2015集 多剧中本科班毕业展演 在北京明兰方大剧院落下帷幕 2015集多剧中本科班的学生们 将四年所学 凝联成为一出出精彩的舞台表演 奉献给在场观众 收获了学院领导 与观众们的热烈好评 这两个班级的同学 进校四年来 经过在中国戏曲学院 表演系的学习 在专业 在文化理论方面 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特别是在他们本剧中的 这些艺术特质的提高方面 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 2015集多剧中本科班 由河北邦子 川剧 两个剧种的29名学生组成 他们大多是来自于 各剧种院团 戏校的青年骨干 因为怀着对戏剧艺术的 执着与热爱而走到一起 大学四年 他们不仅受到了 各自剧种名家的悉心教授 也得到了许多 京剧昆曲名家的精心教导 通过四年的学习 全班同学在专业水平 获得提高的同时 文化素养也得到了全面提升 因为我在国系这个平台上 接触的都是国内比较 接触的都是国内比较高水平的老师们 在传授我们专业知识的同时 我们又借助我们国系这个平台 观看了大量的全国精品的剧目 然后又接触了更多高层次高兇养的人 所以说从眼界上心胸上 给予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开阔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 此次毕业展演共计四台剧目 分别是多媒体河北邦子神话剧 宝莲灯 川剧传统经典剧目白蛇传 两台大戏 以及由两个剧种的 16出经典折子戏组成的两个专场 内容新颖 亮点分成 展现出了河北邦子和川剧 两个剧种的艺术特色及魅力 川剧河北邦子 作为国家级非宜剧种 在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 具有加大影响 这一展演 不仅仅是学生们四年来 学习成果的集中展示和检验 更是地方剧种的艺术特色和魅力 得到传播的有力途径 之后 为推动戏曲教育事业的发展 及剧种传承等问题 中国戏曲学院又举办了 2015级多剧种班教学研讨会 主要讨论研究了 两个剧种的历史严格 行当流派 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内容 为进一步探索川剧 河北邦子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推动两个剧种的传承与发展 探寻方向 日前 杜鹏艺术工作室成立 即杜鹏京剧演唱专辑出版 马派剧目巡演发布会 在北京星期八艺术文化中心 隆重举行 发布会上 杜鹏教授介绍了杜鹏艺术工作室的 成立初衷 宗旨和目标 以及未来的工作规划 他尤其强调 工作室的平台 进一步对马派艺术 及恩师张学金先生 生前宝贵资料整理研究 推动马派艺术传承发扬 现场的部分戏曲界名家 影视界名家等 上台为杜鹏艺术工作室剪裁 文化部原副部长王文章 京剧艺术教育家 纽彪教授 与星期八俱乐部主席 李小斌先生 杜鹏艺术工作室负责人 杜鹏教授 共同为杜鹏艺术工作室 揭牌 那么我们今后的任务 就是研究 挖掘 实践 最终要完成推广 传承 把马派艺术 特别是把张学金老师 教了我的12个剧目 在全国各地进行巡演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杜鹏 于1996年 拜师王金杜先生 学习文武老生剧目 2011年 又拜在著名马派传人 张学金先生门下 用一年多 学习了12出马派经典剧目 杜鹏教授 在教学传承马派剧目的同时 在北京籍全国 举办了十余次马派剧目 专场演出 均获得专家和观众的 一致好评 祝贺他 这个新闻发布会开的成功 祝贺他 全国的马派艺术的巡回演出 也获得圆满成功 在中国戏曲学院 星期八京剧社的鼎烈合作下 由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专项资助的 杜鹏京剧老生唱腔专辑 及经典剧目录像专辑 正式出版发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